万万想不到,立体停车场早在一百多年前,就被发明了出来。 这段拍摄于1932年时期的老视频,真实地向我们展示了。 一个位于英国街头的立体停车场,该停车场虽然整体占地面积, 仅仅只占用了六个车位,但它的高度完全可以容纳48辆小汽车的停放, 并且无论何时来取车,只需一个按钮。 稍等片刻你的汽车,便会安全准确地停放在你的面前, 其设计可谓是超前又实用。 而世界上最早的立体停车库,则始建于1918年的芝加哥, 人们为了缓解地面车位的不足,发明了这种智能立体的停车库技术, 同时为了让更多车主选择使用这种立体停车库, 该停车库还专门安排了两名工作人员来辅助车主停车。 车主只需要将车辆开至立体车库前,便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, 帮你将车辆停好至滚轴车库上。 随后在另一名工作人员的协助下, 你的汽车会跟随着滚轴上升至固定位置, 而等你取车时,也会有工作人员帮你开至平稳的地面上。 车主根本不用担心会将自己爱车停歪或刮蹭, 这服务实在是非常具有人性化, 而世界上第一座的立体停车库, 直到2005年才被推倒, 可谓是服务时间相当长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